本集留学说由加拿大纯度最高的美宝来 Metal Life 海报有赞助播出 我叫尹悦 今年是21岁 在多大读大三 然后是12年来的加拿大 我叫William 我现在是多伦多大学UTSC 一名大二的学生 我来加拿大已经8年了 大三生 然后来自于斯坦尼尔高雷 然后已经来多伦多 这是第六个年头了 我是钱玉凡 就读于多伦多大学 现在已经大四了 我今年22岁 是2001年出国的 我叫伟南 我是08年来的加拿大 然后今年已经是8年多了 我叫刘家卫 今年27岁 然后我2010年 从国内的大学离开 来到了日本 我叫马肖阳 今年18岁 去年刚刚出国 现在就读于多伦多中央中学 我12年出国之后 就没有再回过家过年了 这五年来 我也就只见过父母一次 从11年1月份出国到现在 都没有在家过过年了 已经 上一次过年在家里的时候 其实是两年前 上一次是08年 走之前嘛 然后在咖啡厅里面 我爸我妈我们三个人 在那儿坐了一下午 啥都没说 然后就是默默看着对方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 一般是老妈会哭 但那天下午 我妈没哭一直在笑 然后我跟我爸 两个人的脸 脸都红得和什么一样 非常的难过 然后当时我们谁都没有说 然后我跟我爸爸妈妈 或者会说 就说我走了 我去海关了 然后我妈说 快去吧快去吧 以后别回来了 太烦了 为了不让我自己太难过吧 我爸就说没事 没事 反而是他们安慰我 不是我去安慰他 我属于特别没心没肺意的那种 就是一出国之后 好像就把爸爸妈妈给忘了似的 我基本上每个月才会跟他们视频一到两次 因为怕打扰我 会很小心翼翼的那种 去试探我有没有时间 我经常都会跟他们说 说我那个时候没有时间 但实际上我不一定是真的有事情 可能就是跟同学玩嗨了 刚出国的那一会儿 实际上就是每次没钱了 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才去跟 想要跟我妈视频一下 或者是预议一下 去年在我生日的时候 我爸爸来了多伦多一次 然后在他走之前 他叮嘱我说 不要忘记查看自己的冰箱 然后东西买了之后记得要吃 然后在他上了飞机飞回上海了之后 我打开冰箱发现我爸爸给我包了二十几袋馄饨 因为他怕我不好好按时吃饭 所以把每一份就是每一顿的馄饨的量都给我算好了 然后这个让我觉得非常感动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和我朋友在外面去华人超市买东西 买完了之后特别冷 然后我就是戴着耳机我也就没有去挂 然后我妈也就一直没挂 她就听着我和我朋友说了一路的话 直到地铁那会儿我把手机拿出来 我才发现通话了二十七分钟 有一年我们家大年三十吃团圆饭 我爸跟我视频都说 他在那个桌子旁边摆了一个板凳 他说这个位置是空给我的 说早晚有一件就是等着你回来 跟我们一起吃这个团圆饭 我记得有一次视频我妈跟我说 就是我很长时间没有回家 然后我妈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的孩子 也是个女儿 我爸爸带着那一家人的孩子去爬山 就是 就是他牵着那个小孩的手 然后就叫我的小名 然后就是 其实就是因为 我爸平时不会跟我说 他有多想我 但是 今年奶奶突然给我打电话 就跟我说 说昨天晚上梦见你了 梦见你回家过年了 说爷爷好想你了 就一直有这么一个遗憾 就是没有回家过成年 每年都跟爷爷说 我明年回家陪您过年 明年跟您一起过年 所以奶奶就突然给我打电话 哭得像孩子一样的跟我说 现在你能回来过年吗 今年能回来吗 他们经常就是去外面玩 或者是去旅游什么的 就会给我拍照 然后每一张照片 他都会加一句 如果当时你在就好了 直到最近我爸才检查出来 心脏动 就是心脏大动脉堵塞 然后都是我爸爸在病床上 已经做完手术的时候 我妈妈才告诉我 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儿子 我觉得自己还挺不孝顺的 真的很难受这种感觉 是前年本身答应爷奶 暑假要回国的 然后当时也是爷爷说 他身体不是特别舒服 然后很瘦 但是因为我贪玩 去了日本韩国啊什么的 就玩了一通 然后到最后就没有回国 直接就飞回多伦多上学了 我之前一年走的时候 爷爷特意提前一个小时 就下楼等着我们拿行李下来 然后爷爷还是不愿意 陪我们去机场 他很讨厌离别 他就跟我说 路上小心啊 我们明年见明年见 在电话里面 有时候挂了之前 我跟我妈妈说 妈妈我爱你 然后我妈就会犹豫一下 说你有什么需求啊 然后我说没有需求 我只是想说我爱你 人长大了之后 我发现越来越难 去亲口说出我爱你 我真的没有亲口跟我爸妈说 就是我很感谢我的父母 特别是我的父亲 他在安眠工作很辛苦 然后给我们家 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然后可以很开心地去享受 自己那段青春那段人生 我都不知道 我下一次什么时候 能够回去过年了 回不去过年 都是跟朋友一起去吃饭啊 聊两天 可能今年也是吧 然后邀请朋友一起到在家 吃火锅啊 大家一起看看春晚什么的 虽然家庭都不在身边 但是互相给的温暖 还是要有的 我特别特别想吃 我爸爸妈妈做的菜 我妈妈非常擅长蒸鱼 老爸最拿手就是做鱼 每次过年做饭 其他菜都是老妈做 但那个鱼一定是老爸做 红烧排骨 因为爸爸很忙 然后基本上只有过年过节 特殊日的爸爸才会做 我爸妈他不会做菜 他唯一做过一道菜就是 我有一次生病感冒了 然后他给我做了一个炒鸡蛋 然后里面还放了很多酱 当时还骂他就这么难吃 因为我是成都人 然后我爸爸做的回锅肉 爸爸的回锅肉 是让我想了很多年 很多年很多年的 土豆丝吧我觉得 我妈就每一次吃饭 她都一定要点土豆丝 就是爷爷做的炸酱面 奶奶做的那个 过年的时候做猪肉炖粉条 妈妈不用做什么大手菜 妈妈只要陪到我身边就好了 奶奶新年好 然后希望您能在新的一年里 健健康康的 爸爸妈妈新年快乐 祝你们新年快乐 希望下次能陪你们一起过年 想我的时候 也可以多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最大的主愿就是希望 父母身体能健康 谢谢你们对我的付出和爱 你们老得慢一点 我会更努力 更努力地成长 爸妈我 爸爸妈妈 我 妈妈我想你 爸爸妈妈我想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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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